考验反应力 稳定性还有手眼协调性 112年竞技蝶杯锦标赛在水源国小热闹登场 160位选手相互较劲 市长高宏安也特别前往交友打气 并且为入选国家队的选手们颁发证书 现场的这个选手的表现都是非常的精彩 那也可以看到其实蝶杯 竞技蝶杯的运动呢 他其实考验的是我们的反应还有速度 那以及所有的稳定性 所以其实看到现场的小朋友呢 不管是他的年纪的大小 其实他都有办法呢 将这个蝶杯的这个顺序 还有他的一个位置 他都能够可以很好的掌握 那我相信这对于我们的小朋友 从小的这个手眼协调 以及他的反应努力呢 都是非常好的训练 全国精英杯蝶杯大赛中 新竹市的选手们 常常是这项赛事的长胜军 这次有七位选手获选为国家代表队 将在今年的十月份 前往韩国比赛为台湾争光 蝶杯来讲可以训练小朋友的 手指协调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个 运动的发展上面都非常有益处 那阿公阿嬷在蝶杯的时候 其实也不用速度很快 只要说把一个一个蝶杯 把它蝶上去 让阿公阿嬷能够有运动的机会 这样子就很好了 那对于我们幼儿组的小朋友来讲 在他的这个小指头可以灵活的运动 因为我们蝶杯来讲要把手指做个释放来讲 让蝶杯很快的把它蝶上来 也是对我们幼小的小朋友非常有益处的 竞技蝶杯这项运动不仅要集中注意力 反应快在手眼协调上更是着重 参与这项运动的选手家长也注意到 比起以往孩子在课业以及处理事业上 还有更好的专注力 一开始就是他们小时候 就是蛮比较好动 所以就让他们参加这个蝶杯 让他能够再静下心来 然后利用就是手眼协调的这样子一个训练 让他们在反应上面也可以变得更快 他们比较小从小就开始学 那比较小的时候就是会都摸摸七看看 那学了这个之后到现在已经 一个已经要升国中了 一个已经要升高中了 那他们在专注力上面 也会相对比较专注一些 当天赛事分为乐活组跟竞技组 参与的选手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 虽然疫情停办两年 选手们仍然是卯足权力争取夹击 获选国家队的选手也积极备战 为台湾争光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